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故也亦找个属猴或属龙的 此乃上等昏配 子属与五马相处 因此最计找个属马的 此乃下下等昏配 子属就与某兔相形 故也计找属兔的 此乃下等昏配 子属与喂羊也有相害的成分 故也不亦找属羊的 此乃中下等昏配 有时也讲子子自行 此乃中下等昏配 故也应避免同属相的 二 丑牛 丑牛与子属六合 因此最计找个属鼠的对象 此乃上上等昏配 其次是与四舌有机三合 故也已找个属蛇或属鸡的 此乃上等昏配 丑牛与喂羊相处 因此最计找属羊的 此乃下下等昏配 丑牛又与喂羊 虚狗构成三形 故最计找属羊 属狗的 此乃下等昏配 丑牛又与五马相害 故也不亦找属马的 此乃中下等昏配 三 银虎 银虎与害猪六合 因此最计找个属猪的对象 此乃上上等昏配 其次是与五马 虚狗三合 此乃上等昏配 故也已找个属马或属狗的 银虎与身猴相处 因此最计找属猴的 此乃下下等昏配 银虎就与四舌身猴构成三形 故最计找属蛇属猴的 此乃下等昏配 四 银虎 银虎与虚狗六合 因此最计找个属狗的对象 此乃上上等昏配 其次是与害猪喂羊三合 故也已找个属猪或属羊的 此乃上等昏配 银虎与有鸡相处 因此最计找属鸡的 此乃下下等昏配 银虎与子属又有相形的成分 故也不亦找属鼠的 此乃中下等昏配 银虎与有鸡六合 因此最计找属鸡的对象 此乃上上等昏配 其次是与生猴子属三合 故也已找个属猴属鼠的 此乃上等昏配 银虎与虚狗相处 因此最计找属狗的 此乃下下等昏配 银虎与猫兔又有相害的成分 故也不亦找属兔的 此乃中下等昏配 有时也讲沉沉自行 故也要注意 避免同属相等 此乃中下等昏配 六 四蛇 四蛇与身猴六合 因此最计找个属猴的对象 此乃上上等昏配 其次是与有机丑牛三合 故也已找个属鸡属牛的 此乃上等昏配 四蛇与害猪相处 因此最计会找属猪的 此乃下下等昏配 四蛇与银虎相形 此乃下等昏配 有时也讲银 四身三行 故三口人不宜构成蛇虎猴的格局 七 五马 五马与魏羊六合 因此最计找个属羊的对象 此乃上上等昏配 其次是与银虎虚狗三合 故也已找个属虎属猴的 此乃上等昏配 五马与子属相处 因此最计会找属鼠的 此乃下下等昏配 五马与丑牛相害 因此也避免找属牛的 此乃中下等昏配 有时又讲五五字形 故也已避免同属相等 此乃中下等昏配 八 魏羊 魏羊与五马六合 因此最计找个属马的对象 此乃上上等昏配 其次是与银虎猴兔三合 故也已找个属猪属兔的 此乃上等昏配 魏羊与丑牛相冲 因此最计会找属牛的 此乃下下等昏配 魏羊与丑牛虚狗构成三形 因此也不宜找属狗的 此乃下等昏配 魏羊与子属相悍 因此也不宜找属鼠的 此乃中下等昏配 九 申猴 申猴与四蛇六合 因此最计找个属蛇的对象 此乃上上等昏配 其次是与子属陈龙三合 故也已找一个属鼠属龙的 此乃上等昏配 申猴与银虎相冲 因此最计找属虎的 此乃下下等昏配 申猴又与四蛇 银虎构成三形 因此三口人之间不宜形成虎蛇猴这种配合 申猴又与害猪相害 因此也不宜找属猪的 此乃中下等昏配 十 有鸡 有鸡与成龙六合 因此最计找个属龙的对象 此乃上上等昏配 其次是与四蛇丑牛三合 故也已找个属蛇属牛的 此乃上等昏配 有鸡与卯兔相冲 因此最计找属兔的 此乃下下等昏配 有鸡又与虚狗相害 故也不宜找属狗的 此乃中下等昏配 有时也讲有有自行 故也应该避免同属相的 此乃中下等昏配 十一 虚狗 虚狗与某兔六合 因此最计找个属兔的对象 此乃上上等昏配 其次是与银虎虎马三合 故也亦找个属虎属马的 此乃上等昏配 虚狗与成龙相处 故最计会找属龙的 此乃下下等昏配 虚狗又与喂养丑牛构成三型 故不宜找属羊属牛的 此乃下等昏配 虚狗又与有鸡相害 故不宜找属鸡的 此乃中下等昏配 十二 亥猪 亥猪与银虎六合 因此最计找个属虎的对象 此乃上上等昏配 其次是与某兔喂养三合 故也亦找个属兔属羊的 此乃上等昏配 亥猪与四蛇相处 故最计找属蛇的 此乃下下等昏配 有时也讲亥亥自行 故也不亦找同属相的 此乃中下等昏配 二 哪些生肖配对最旺财 一 牛配属 生肖牛和生肖鼠之人 虽然在性格上反差很大 但是两人八字非常合得来 生肖牛之人比较遵守规则 从不会逾越规矩般事 但是生肖鼠之人却总喜欢创新 鬼点子也非常多 但是这两个生肖之人 在一起过日子会非常的恩爱甜蜜 婚后家庭事业发展得很稳定 哪怕之前的生活再贫穷 也能够在结为夫妻之后转运财神 夫妻之间互为贵人 注定花开富贵 二 鸡配蛇 生肖鸡和生肖蛇的人在一起 堪称绝配 这两个生肖之人 性格都非常活泼 总是热情似火 默契十足 结为夫妻之后 家财能够迅速积累 不用多长时间就能够创造丰厚家底 随着事业的发展 夫妻两人也能够共同成长一起进步 所以夫妻感情只会越来越浓密 一步步实现买车买房 生活越来越富足 邻居四下人人都羡慕 属猴和属龙的男女皆为夫妻 简直就是天赐的好姻缘 这两个生肖之人 走在一起最为招财纳福 他们性格很合 对事物的看法非常一致 两人对于成功和财富都有着不小的追求解析 夫妻同心协力 生活也总是越来越美满 婚后家庭收入翻翻倍 生下的子女都能去财 注定一生多财多福 这样配对的两口子十有八九是富贵之命 四 羊配马 属羊的人和属马的人相伴 总有幸福时光 这对生肖夫妻天生就是有缘的一对 他们非常的擅长把握彼此的尺度 很快就会了解彼此的脾气特质 尽力避免吵嘴 更能把生活过得越来越顺利 彼此之间没啥矛盾会过夜 也能够扎扎实实的做到为了生活而努力进步 所以最终能够富足有余 和婚上上级 家业会不断聚集 钱财花不完 五 鼠配龙 鼠鼠的人与鼠龙的人的缘分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他们十分有缘 相爱的时光啥时候都是甜甜蜜蜜 且夫妻俩人的关系是日渐亲密的 他们能够在日常的交流中就交心 情绪控制的也很好 所以谁都没有矛盾 在彼此生气的时候也会哄对方开心 这样一来日子久了 就是和婚上上级 有朝一日俩人其富贵 好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